受刑人在管理森严的监狱当中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担任监所管理员的林文卫 两年多前他开始 把自己在宜兰监狱内 每天看到的情景 跟牢房内的故事给画下来 总共累积了六百多张的图 黑色线条描绘出受刑人 在接见室举起手 想要和小孙子接触的渴望 还有这幅图 受刑人呆坐在地上 被寓所人员靠上借据的那一刻 就此失去自由 这些涂鸦画作 全是出自于监所管理人员 林文卫之手 会开始用钢笔和笔记本 画下监狱的情景 林文卫起初是为了疏解 狱中沉重的工作压力 在监狱里面 其实还蛮苦闷的 就是一来就是工作压力很大 然后自己要找那个方式去调试 然后再来就是说 也让自己可以有一种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培养兴趣 从小就爱涂鸦的林文卫 十三年前踏入监狱服务 隔着铁窗 他经常看见许多 令人感触良多的画面 在封闭的环境 有着受刑人的忧愁 以及思念亲人的苦涩 也有收容人和工作人员的 互动与冲突 林文卫画下的每张图 都是狱中的真实面貌 因为很多朋友 常常问我说 你在监狱上班 然后那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像监狱风云 然后可是我都跟他们讲说 国情不同 然后管理方式也不一样 对然后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打破大家 就是对监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 花了两年的时间 林文卫对囚龙里的摆态 有了深刻的体会 这些画作不单是林文卫十多年来 遇所生涯的观察 也是对预振人权的省思 接下来陈章伟 踏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